80万进军教头是将军级别 林冲比王靖更厉害 书中多次暗示 首先王靖和林冲虽然都是80万进军教头 但是在施奈安先生的笔下 王靖是理想的化身 林冲则是现实的写照 王靖能见威之助 全身而退 不利于威强之下 免受高求的迫害 其象如一经顿挂之上酒 人走高飞 无所不利 而林冲看不透官 任不清有 深陷糊口 险些丢了性命 其象如困挂之六三 距于吉里 不见其妻 大凶 王靖挑一个丹儿 邪母飘然而去 何等洒脱爽力 而林冲却被百般牵绊 隐忍不发 进退失据 那么同为80万进军教头 为何说林冲比王靖更厉害呢 80万进军教头林冲的真实身份 是将军级别 有人说他是传授士兵武艺的低级军官 显然是没认真读过水浒传 一 林冲是太尉高球身边的红人 证据一 高球陷害林冲前 曾蠢除再三 下不了决心 我寻思起来 若未惜林冲一个人时 须送了我孩儿性命 却怎生是好 正所谓金不见书 林冲如果只是不入流的下级军官 高球显然没必要把他和高牙内放在一个天平上 去左右权衡 证据二 林冲买刀后 要和高球比宝刀 林教头把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 贺彩道 端得好把刀 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 胡乱不肯叫人看 我几番借看 也不肯将出来 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 慢慢和他比试 太尉是北宋五阶之首 掌全国兵权 正二品的大员 林冲多次向高球借其心 心爱之物 这说明高球和林冲之间 除了工作上有交集 私下里关系也比较融洽 证据三 水浒传第七回 陆迁对林冲说 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 谁人及德兄长本事 太尉对林冲又看成得好 可见没出事前 林冲和高球走得挺近 他的身份绝非一个普通教头那么简单 要搞清八十万禁军教头究竟是什么 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禁军 二 禁军最高级别的武装力量 宋朝兵制 把军队分为三的等级 第一等是禁军 护卫京师 镇守边庭 预备争数的正规军 禁军作为最高级别的武装力量 由朝廷直接控制 一部分在各地铸扎 震慑四方 一部分颓于天子脚下 拱卫京师是最精锐的正规军 在宋朝初期 禁军的数量只有二十万 后来一度达到了八十万 所以八十万禁军 就成为全国禁军的代称 教头是虽说是军队里传授武艺军官 但教头也是有等级之分的 凌冲发配时 柴靖对红教头说 这位非比其他的 乃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师父如何轻慢 作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核心 禁军教头的地位 是其他教头不可比的 四 八十万禁军教头归太尉直接领导 水浒传第一回写道 高求升任太尉 所有一应和属功利亚将 都军禁军 马步人等 敬来参拜 各成首本 开报花名 高殿帅一一点过 余内只签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敬 半月之前 已有病状在关 患病未权 不曾入衙门管事 这里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王敬的职位不仅仅是传授士兵武艺的基层教头 而是在太尉府机关作衙办公 有一定地位和权力的军官 再看水浒传第十六回 曹政队阳制道 小人员是开封府人士 乃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林冲的徒弟 由此可见 林冲作为禁军都教头 级别比王敬还要高 五八十万禁军都教头 华之初征就是将军 水浒传第八十回 且朝廷派两个上将 去帮助高求攻打梁山 这两元将军是谁 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 关带左一位清军指挥使 护驾将军秋月 一个是八十万禁军副教头 关带右一位清军指挥使 车骑将军周昂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 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 都教头的王敬和林冲 是太尉高求的直属下级 在太尉府雅里办公 他们的工作不是教练士兵武艺 而是制定和指导 全国禁军的训练工作 相当于做训部长 一有战士 卦个职就是带兵的将军 这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真正级别 也只有这样解释 才符合小说中 对王敬和林冲的身份定位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